歡迎大家再次來到智能香港的頻道 今次會跟大家介紹的就是Amazon最暢銷的單車車輪燈 Active Live LED 不如我們先看看他們的鋪毛 這款車輪燈是LED 大家有沒有想過自己安裝呢? 如果有興趣的話都可以看到最後我跟大家介紹安裝上要注意的思考 現在在Amazon一組的車輪燈賣大約15美元 如果兩組裝起來當然會便宜些 它有很多顏色選擇 而且它是防水 還有IPX5的認證 它有兩個模式 一個就是長著的模式 另一個就是像大家一看到的 就是一個閃燈的模式 相當簡單 亦都很容易使用 可能大家以為這些只是一個送給兒童的玩具 但其實它可以增加大家行車的安全性 裝了這個車輪燈之後 如果你在馬路上行駛的時候 就會更加容易被其他的駕駛者看到 其實是會增加大家行車的安全的 這個電池盒 它是用三顆三尾電 只要你入了電之後 跟著這個方向 放入電池桶裡面 放入電中間的車輪 XV13 充電 Res sizin by 抖 在左邊降低說位 下方可以用 左邊降低说位 左手方向有個關於使用 按按鍵 採動更為按 displacement 可以用到一個關於鈴の分線 然後用一條橡筋固定在車輪上 這樣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車輪的位置是近胎氣的位置 其實是方便我們繞過一圈的時候 可以在另一邊固定 就不用繞過入胎氣的位置 這樣就比較乾淨 我繞的時候大約是每兩格 就滾一滾這樣 其實它都頗穩陣的 當最後我們繞了一圈之後 我們怎樣收尾呢 我們就用一把鉗 剪斷多餘的鐵線就可以了 當然要留意不要剪在燈泡上 這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不妨自己試試買一套來裝在車上 亦都可以配襯不同的顏色 可以顯現你自己的風格 我們下一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